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今天将来解说咒术回战当中 对一股来说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 禅怨珍惜 除了会说为什么他被称为家族的污点 也会解析涩谷事变与死灭回游的剧情 究竟珍惜是如何成为最强的无咒力术师 实现了从内部摧毁禅怨的愿望 那影片当中涉及大量的剧透 还请动画党的朋友斟酌观看 我们立刻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来说说影响珍惜整个人生的禅怨 这是咒术界玉三家当中势力最庞大的家族 禅怨家信奉着身上所继承的术士 决定了人生与地位 珍惜与妹妹真一诞生之时 两人是双胞胎就已经被家族视为不幸的象征 珍惜的身上还如同一般人类几乎没有咒力 甚至就连最基本的诅咒也完全看不见 这微乎其微的几率 让父母亲无法在家族当中抬头 父亲不仅无法与兄弟争夺家族之位 就连母亲也将珍惜视为一生的污点 甚至还说出了 如果你没出生那该有多好 一出生就饱受冷眼与嘲讽的珍惜 只能融为下人做着家务 始终活在言语攻击与冷暴力的环境当中 这就是珍惜彻底憎恨自己家族的原因 自幼小个性独立好强的珍惜 最终决定离开禅怨家 甚至向家族禅怨直皮人说 不久后自己就会回来成为禅怨的当家 并且瓦解这个摧毁自己人生的家族 珍惜出生时就有与生俱来的天宇宙福 意思是伴随着强大的能力 但同时却拥有着缺陷 珍惜的咒力几乎为零 不过却有着超越常人的体能与反应速度 佩戴上能看见诅咒的眼镜 以及拥有诅咒的咒剧 甚至能够轻松扶出二级的咒灵 但因为禅怨家的各种施压 这导致了珍惜始终是最低等的四级咒术师 就当就读咒术高专一年级时 珍惜看见了明明有着强大的力量 却始终哭上着脸的遗骨忧态 这让有明确目标的珍惜非常看不顺眼 就当两人在小学执行扶出咒灵的任务 珍惜使用咒剧打刀 俐落斩杀了咒灵 不过接着出现的巨大咒灵 却将两人都吃下 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珍惜的弱点 那就是咒剧的攻击范围有限 只凭他自己本身的力量 无法浮出大型的咒灵 就当两人被困在咒灵的肚子内 通常咒术师能用咒力附着在皮肤上 抵抗诅咒 但珍惜就连最基础的都无法做到 最后还被刚入学的遗骨救出 这些失误和与生俱来无法弥补的缺陷 让总是自信坚强的珍惜 露出挫败、示弱的神情 但是一股优太却认为珍惜才是真正的强大 即便出生便有着诅咒般的家庭 还就能自信的昂首阔步 坚强的往目标迈进 一股甚至还对珍惜说出了 我想要变得跟你一样 坚强、直率的活着 这就是为什么珍惜这个角色 让人觉得帅气、喜欢她的原因 在白鬼夜行的事件当中 因为目前是四级咒術师的珍惜 等级太低 所以没办法前往东京支援 于是下游节闯入高砖时 珍惜就独自面对这个特级诅咒师 仅仅一瞬间就被击败 之后再次被遗骨使用反转术士所救下 这连续的战败 甚至差点失去生命 都成为了珍惜努力锻炼的动力 她可以说是这部作品当中 最常在锻炼的人 因为不能使用咒力 只能选择比别人努力 就当珍惜二年级时 也让我们见识了她在同辈之间 有着中上等级的实力 在东京与京都的交流会当中 珍惜对战使用新音流拔刀术的三轮霞 在战斗当中 她拥有压倒性的速度与力量 不仅使用着完胜的武术能力 更有着乘桌冷静的判断力 就当敌人摆出了拔刀术的姿态 珍惜不断投掷武器 破解拔刀的架势 最终直接夺刀得到了无伤的胜利 就当面对到了自己双胞胎的妹妹珍一 珍惜巧妙地利用神冬集息消耗子弹后 最终趁换子弹的时间快速接近 妹妹珍一的速式也在这时展现了出来 就是利用咒力将子弹实体化地构出速式 为现实化物质非常违反物理原则 所以对珍一来说 一天只能使用一次 不过珍惜惊人的反应速度 直接用手接下了子弹 最终她毫发无伤地 让京都的两位学生弃拳 就当交流会的当下 特级咒灵华语突然入侵 她坚硬的皮肤就连珍惜手上的咒剧 都硬生断裂 这时她使用当时在白鬼夜行当中 下游截使用的特级咒剧 三节棍 油云 这也就是为什么珍惜说 用这个咒剧会让我很不爽的原因 她挥动特级咒剧油云 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击飞了咒灵 由于是所有特级咒剧当中 唯一一个没有特殊能力的 但会依照使用者的臂力大小 产生相对应的力量 但是即便使用者有诅咒的武器 物理的伤害对咒灵依旧是有限的 因为咒灵只要残留咒力 便永远不会消失 对咒术师机来说 不会使用咒力的珍惜 逐渐在更高强度的战斗当中 展现出了无法使用咒力对抗的弱势 最终都是受到其他人所拯救 在色谷事变当中 珍惜为了营救被封印的五条物 她与残怨当家以及七海贱人 遇上了特级咒灵陀更 在两个一级咒术师的攻击之下 珍惜完全无法插手 更羞辱人的是 竟然被残怨当家所拯救 当战场的情况更加的恶化 三人被关进了陀更的领域 食肉鱼的士神直接命咒的攻击效果 就连七海也担心着没有咒力的珍惜 根本无法防御 这时浮黑会利用自己的领域 牵合暗御庭 打破了一个路口 进入到了陀更的领域 同时浮黑也将油云递给了珍惜 强力的打击立刻就将陀更击飞了出去 但这时浮黑如果持续使用领域 非常的消耗咒力 最糟的情况可能会关闭领域 四人将会在此全灭 所以他们打算由浮黑打破的领域出口离开时 突然K法的男人自己跑了进来 并且直接顺手将珍惜的油云抢走 因为力量过大 珍惜甚至还飞了出去 这个男人就是慧的父亲浮黑圣儿 事实上油云本来就是他的武器 虽然武器库的咒灵被夏游姐收服后 才辗转到珍惜的手中 他身上一点咒力都没有 却又是比珍惜更加惊人的体能 他用油云打碎了领域内攻击人类的士神 身体的力量与速度完全超越人类的范畴 最终轻而易举浮出了让四人苦战的咒灵 就当领域解开的那一刻 另一只特级咒灵肉狐突然出现 珍惜被烈火灼烧并且失去了意识 他因为天与咒服没有咒力 能力也受到了限制 但同样也因为天与咒服的身体 有着异于常人的强韧 才因此幸运的没有当场过世 残怨当家直皮人就没有如此好运了 接着珍惜被特级咒术师99游击 使用翻转术室所救下 但身上的伤疤却无法恢复原状 这时死灭回游的事件开始 咒术上层想要除掉总是狂妄之大的五条五 于是就将五条与下游结 视为造成色谷事变的主谋 想要营救五条的珍惜 自然也被将处以死刑 这时回到残怨家想要拿取咒剧的珍惜 母亲依旧冷眼认为没生出珍惜 那该有多好 父亲残怨善 则是想要利用处死珍惜来当作跳板 取得咒术界的信赖 甚至就连妹妹珍一也惨遭重伤 在这一刻珍惜拿出了咒剧龙骨 这是由主物楼灶最自豪的咒剧 能够由刀刃储存受到的冲击与受力 挥刀的当下由刀被释放 珍惜接下一刀后直接斩断父亲的刀刃 不过残怨善与直皮人 同样都是特别一级术师 意思是非高酸的人员 却达到了一级能力的咒术师 实力远远比珍惜强上许多 残怨善一瞬间利用术师形成了刀刃 快速的反击重创了珍惜的头部与腹部 被达到鲜血不值的两人 被关在了为了训练而打造 充满二级咒铃的房间 残怨善就放任两人被诅咒杀死 这时珍一亲吻了昏迷的珍惜 在深层意识当中 珍一说自己有着致命的伤口 决定用所有的咒力灌注到构筑术师当中 创造出给珍惜的遗物 之后便独自走向大海打算离开 这时珍一才开口说 原来双胞胎在咒术世界就是单一的个体 珍惜拼命锻炼想要变强 珍一讨厌努力与咒术师 在相互的抵触让珍惜永远无法变强 知道自己将死的珍一 决定打破双胞胎的束缚 并且亲手留下了一只乳尾 这个篇章的标题是 眼闲乳尾 这意味着大雁为了飞越海洋 会咬着乳尾借此保持平衡 与能够在海上漂浮保持体力 珍一就如同乳尾 希望珍惜能带着自己 一起飞得更高更远 在这一刻两人变成小时候的模样 因为在那时珍惜就答应着珍一 我们永远不会放开彼此的手 这时珍一笑着说出 最终醒来的珍惜互换着珍一 但她已经没有了气息 并且毫无反应 手中就是珍一留下来的遗物奏剧 这一刻禅院上感受到 所有的诅咒瞬间消失 随之而来的是 如同扶黑圣耳般令人恐惧的气息 就当禅院上使出宿式的那一刻 便在原地被珍惜了结了生命 这时画面中的大雁展翅高飞 代表着双胞胎终于合而为一 珍惜拥有了如同扶黑圣耳般 强大的体能力量 她按照珍一的愿望摧毁一切 于是就开始了 消灭残怨家的单方面杀戮 就连准一级的咒术师护卫队 并也无法挡住珍惜 她明明被术师控制 以及准确的命中 但是却能好法无伤 这表示着真一当时带走了珍惜所有的咒力 让珍惜的身体与咒力完全划清界线 强烈的身体拥有对于咒术的抗性 就当解决禅院最强的组织 并植皮人的长子植栽的出现 自大骄傲的她使用的是投影咒法 这个术式非常的复杂 讲解起来会花很多的时间 更会让影片模糊重点 所以我就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说投影授法 这是目前残怨得以成为玉三家 速度仅次于五条五的术式 发动术式时对手必须在0.04秒做出反应 否则将会如同投影片般暂停一秒的时间 珍惜因为有了最强的身体 看清了植栽的动作 便一拳击倒在地 之后也足以追杀了剩下的残怨成员 残怨家最终只剩下妇女 并且即将从玉三家当中除名 残怨珍惜成为了如同扶黑圣儿一样的无咒力 但却拥有了超越人类的强大身体素质 接着她的目标就是进入死灭回游 救出眼罩笨蛋 妹妹正一利用术式所创造出的咒剧 目前依旧是一个未知的能力 也让观众们更加期待珍惜之后的登场 她从原本就已经有着帅气个性的人物 多了许多的伤疤 失去一只眼睛 以及留着短发 更显得她身经百战 如同从地狱走过一趟的强者 最后大家想看什么角色的人物传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哦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